接着我想跟大家讲讲中介融资 到底中介融资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一个中间人去借钱给人 或者问人家借钱 就叫做中介融资 融资就是借钱 它是属于一种间接融资 为什么叫间接? 因为放了中间人在里面 借钱给人的贷款人 即是资金提供者 中间是隔着中介人 那笔钱才去到资金需求者 即是借钱的人手上 所以中介融资就是中介人 成为借贷双方的中间人的桥梁 在这个图里面 资金提供者就先借钱给银行 银行借了这笔钱回来 再借给真正想借钱的资金需求者 这个过程就叫做中介融资 中介人 即是银行怎么获利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最主要 好像左边这个图这样表示 就是色差 譬如 一般的存户 它用1%的利率 存钱在银行 银行其实就等于用1% 就向这些人借钱 那银行借了这笔钱回来 怎样呢? 放出去 借给人 会不会用1%来借给人 不会 就会收高一点的利息 于是它可能用3%、4% 放出去 给真正想借钱的人 OK? 透过1%和3%的息差 它就赚到钱了 如果不用息差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赚到钱呢? 收一些手续费 行政费 经纪费 明白吗? 我给你个中介融资的例子 陈思拉右手边 有300万现金 它做1%的定期存款 于是它就存在银行 银行就透过广告 找一些想借钱的客户 银行就找到一个想买房子的廖先生 于是他就用300万借给廖先生 所以银行就赚了300万 于是银行就赚了300万 那3厘和1厘的息差 OK? 那这是一个中介融资的例子 那是不是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中介融资呢? 不是 有很多是直接融资 或者我们叫做非中介融资 即是什么意思? 不经过中间引咯 那不经过中间引 有什么好处? 赚多一点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借款人 这个资金需求者 还不还得起 所以我们可能会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比如一个信贷评级公司 去评估一下这个人的信用 能力 会不会还到钱 OK? 那如果不是经过中介融资的 那陈思拉有300万现金 他要主动到处去找一个想借钱的人 因为他现在不找银行 他直接找人 找一些想借钱的人 那如果他找到的尿生 他就可以直接用3%的利率放给他 那就赚多一点 OK? 为什么? 没有了中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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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限出钱 OK?